謝謝主席 各位委員還有各位先進 主席 我想最後請次長先休息一下 先楊署長 因為有些細節方面 我不太清楚 所以想請教一下署長 委員好 署長也辛苦了 我們今天談到 特別預算的部分要解凍 我們大家其實都很關心 治水工作是非常非常重要 也是一個長期的工作 短期內不可能立即見效 但是也要中央跟地方 能夠非常的緊密的合作 所以過去幾年來 也看到我們水利署 經濟部都非常的重視這個工作 也有很多的努力 這些表現都是值得國人來肯定 但我想今天提到這些 有關業務之用的報告 我是看起來不是那麼的清楚 因為我們當時在希望解凍的時候 有特別提到說 這些是不是有腐爛編列之嫌 要向我們的財政經濟委員會的聯席會議來做這個專案的報告 但是這個專案的報告呢 因為只有列了一個表 我實際上我看到覺得是略嫌簡略 我不太清楚 就像今天早上我們在內政委員會 我們會要求退回去 重新再來 因為講得不清楚了 當然我知道今天這預算問題是在這邊是非常的緊迫 所以我不會做這種的堅持 但是我還是希望說 是不是就這個機會能夠來跟大家來做一個說明 比如說今天這個表裡面特別提到 我們在液淹水的地區其實有做了非常多的工作 你從這個保護的標的開始 然後你還有一些宣導的工作 然後北中南也有一些 這個輔導這個諮詢顧問團 就像這樣子 但是我就突然間一看到就說 你有北中南為什麼沒有東部 東部的這個服務團是沒有這個必要 還是已經做過了 那麼東部這幾年沒有這些的災害嗎 沒有淹水嗎 比如說北南溪這附近 是不是經常也有這種水患的發生 這些原住民的部落都經常會發生土石流 整個這個治山防洪 甚至山上面可能還有淹塞湖 所以像這個我不太了解 為什麼東部沒有 您要不要說明一下 謝謝 因為我為什麼會提出這些問題 我其實基本上是建議 因為我看許天才委員他有提到 將來等一下會可能會處理一個附帶的決議 就是希望你們提到這個下階段的 治水的整體計畫 所以是不是可以請書長說明一下 這個計畫的報告內容稍嫌簡略這一點我們會改進 那是因為當初的這個凍結的決議裡面 有一些要比較說明清楚的地方 我們把它說明清楚 但是這個表格裡面呢 北中南的部分是因為 我們這次這起計畫裡面執行的重點區域是北中南區 那東部的部分是比較少 但是並不是代表說這個地區就不需要一些服務團的服務 而是說我們這些計畫範圍裡面的重點 變得特別的一個服務團的計畫 東部地區的部分 水利署本身就有一些現有的技術人力 需要有個案的協助跟指導的時候 我們還是會請專家學者一起來協助的這部分的了解 包括你提到的原住民地區的等等 那事實上是全島各地標準是一致的 我想這個部分還是應該有所交代了 讓我們東部的民眾特別是在我們南迴鐵路這附近 這些北南溪這附近 還有幾條這個溪流 很多原住民的部落他們事實上是岌岌可危 所以我們應該要多給它關心 當然你這邊提到的是非工程的手段 是軟性工法的部分 但是我也是希望說水利署也應該讓他們了解 水利署事實上是有另外一方面的處理 那第二個部分我想請教就是 因為你這個表列裡面有特別都市防洪示範區的研究 是台南市為例 上次颱風 台南淹水 賴清德這個市長很大的一個反彈 他認為這個好像中央對地方不公 那您要不要說明一下這個研究跟後來的這個結果呢 到底對台南市有什麼幫助 目前五都的部分呢 都市開發速度非常的快 目前行政院的專案 目前行政院的專案小組也特別要求下階段的防洪置水計劃 都市防洪跟現在的一般的排水路的設施 這既既然完成了 這既然完成了 這既然完成了 能不能去檢驗一下 這次台南市發生這個災害啊 那你這個計劃跟他的這個效用是怎麼樣 你是不是可以就他的台南市的這個這次的淹水 由你這個報告裡面去提出一些改善建議 還是說你這個這個做出來的研究結果呢 是跟台南市這次的災害呢 關聯不大 到底是情況是怎麼樣 我們是希望說你既然做了這個幾百萬的這個計劃 一共是八百七十七萬嘛 那麼這個報告也做出來了 那台南市還淹水 那到底問題是你這個報告做了以後 還沒有正式實施這個建議呢 還沒有被採納 到底是怎麼樣 應該讓國人了解也讓台南市政府了解啊 否則他就是批評你啦 你就是中央不給錢嘛 這個計劃在研究過程當中 事實上是市政府一起參與的 因為是為了市政府 為了我們整個水利署的業務範圍 一起合作的計劃 那這個計劃的成果 也是交給地方政府來做處理 那因為它是一個研究的計劃 目前未來 市政府在都市計劃區裡面的防洪設施 跟防洪的方案 會follow這個研究的成果 去做後續的設施跟計劃 所以這個計劃的成果呢 是還沒有執行的部分的 未來計劃的一個指導原則 那下階段的計劃 就會以台南市的 市區的部分呢 就會參考這樣的一個成果 來做下階段的這個計劃的原理 我是蠻贊成這個 幾位委員的看法啦 我們還是需要下一階段 應該有個通盤性的看法 比如說我們這個一淹水地區 其實已經做了好幾年了 到底成效是怎麼樣 對 有沒有對地盤政府有一點改善 比如說 冬石布袋 這個淹水已經幾十年了 那麼一碰到下雨就是淹水 要不然就海水倒灌 那麼冬石地區 我們現在很有一個計劃 下階地區防治的中和效能評估計劃 那評估了沒有 因為已經一百年就做完了 評估的效果是怎麼樣 結果是怎麼樣 我想是不是可以請署長 方便的話 可以給我幾本報告參考一下好不好 因為我是覺得說 冬石大家很清楚嘛 這已經是老問題的啦 冬石地區跟委員報告 今年到現在為止 一直是嘉義縣政府引以為澳的地區 因為沒有淹水 沒有淹水 所以包括布袋淹水範圍 跟面積已經大幅的縮小 所以在西南沿海 過去容易淹水的沿海地區 因為八年八百億的重點區域 是在這個地方 這一次今年的颱風期間 淹水的情況有大幅的改善 在目前的檢討報告 我們都把這些都定位出來 用地理資訊系統的方式 把過去淹水的紀錄 今年的淹水紀錄 做一個比對 這個是我們現在報告的核心 那這個報告出來之後 一定會讓委員來跟我們指導 謝謝 不可能 我是覺得說有些的這種著眼點 或者我們將來通盤規劃的時候 比如說你這裡面 還有一個3D的立體動畫 是談到這個風雨挑戰 隨力署的應戰 當然我知道這個是特別 陳述你們所做的努力 但是將來是不是可以著重在 地方政府應該怎麼配 地方政府應該做些什麼事情 如果沒做好 就產生什麼樣的後果 讓大家有點警惕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中央投入這麼多的經費 那是中央的credit 結果到最後你這個錢下去以後 看不到這個結果 然後變成說 地方政府批判你中央不做事 我覺得這樣是不公平的 但是問題是你們沒講清楚 所以我是覺得說 你既然投入這個經費 我們做了這麼多的努力 比如說東時嘉義政府覺得說 這是我他們做得很好 他們很引以為傲 這個努力這個資源是誰啦 是你們support的啦 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說 應該把它講清楚 所以我是建議啦 今天這個報告其實很重要 但是呢是不是在適當的時候呢 做一個補充啊 讓我們所有的地方政府 讓國人同胞都了解 我們中央政府做的是什麼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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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